可能很平静的,但是如果处理得不好, 很可能就会有延伸的效果要承受了, 我讲的是什麽就是香港驻台北的经济文化办事处, 港府方面就停办了, 理由就是派在那边的港府的官员人员 不可以拿到签证,或者签证没办法延续等等。 据说现在有四个港府派过去那边的人的证件、 工作还未能够延续, 头头已经是以前回来的了。 台湾那方面马上有它的消息, 它就说不是台湾不给你, 而是说港府从来没有申请过, 没有提出过哪个人去接任那个工作, 那你又何妨批准呢?是吧? 这一个情况变成了, 摆出来大家自己判断究竟是怎样了。 跟着引發出来的就是, 大家都很清楚, 当时其实是很多很多人的努力, 才能维持到这样的香港和台湾, 这个办事处都是经济和文化而已, 从来政治这些办事处是没有力的、没有权的。 为什麽现在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 我想很简单而已, 就是因为现在香港和台湾的关係, 是重属于两岸关係, 就是北京对台湾的两岸关係是怎样呢? 大气候、具体事件是怎样呢? 香港和台湾之间的两地关係, 一定是重属于两岸关係的, 这个是大方向。 正因为这样的时候, 就开始看到了两岸关係近几年是非常不好。 你说台湾那边又有隐性台独, 慢慢变成了有一些公开行动, 跟美国眉来眼去, 大家在提升互相官员接触的层次。 跟着就是台湾和欧盟那方面, 或者跟其他国家的接触又越来越多, 在国际组织,譬如世卫, 大家都为台湾讲讲话。 在北京当然觉得不顺眼的, 所以对台湾的压力已经很大了。 香港自自然你不可以超越北京的两岸政策。 还有一个,我经常跟很多港府官员有时聊天, 这些是没有作用的。 谈开的时候,我说是否可以想想两制之下, 台湾和香港关係呢?两制之下。 中间有很多走检位, 譬如好像两地的航空业维, 都不是两地政府来签的, 是两边的航空公司来签的。 所以这些走检位是可以做的。 还有,2010年开始,香港与台湾两边, 大家都有一个策进会,一个协进会。 两边都是以半官方的民间形式的机构出现, 是做一些官方不方便, 或者不适宜用官方身份做的事。 这一个就等于大陆与台湾有海协会、海基会了。 这麽辛苦搞了出来之后, 大家再看看策进会、协进会, 香港与台湾之间这两个组织做了什麽事出来。 我有时跟朋友谈开, 他说,福智英,我们不是不想做事, 他们是要获授权, 以及是要怎样做。 如果不获授权, 你去主动去做一些事, 你就很难做的,甚至上是被人追究的。 其中一个令到现在香港与台湾的关係那麽差的, 就是陈同佳案。 现在港府他说停了香港驻台湾、台北各办事处, 与疫情无关的, 他又没有讲什麽原因, 他只是讲暗示人手,拿不到签证, 但是他特意有一句说话,就是与疫情无关的。 你一句说话出来讲,在政治语言上就是说, 与疫情无关可能与其他事有关。 大家看看那个语法的演绎是否自然这样, 究竟是什麽呢?又不讲。 作用就是令到一般老百姓觉得, 这个是台湾方面搞一些政治化, 所以与疫情无关的。 你在这裡讲而已,台湾也有台湾讲话的空间。 老百姓一般不理的,老百姓看你们两边搞成怎样, 会不会影响他们自己本身的生活业务之类。 所以到这个时候来讲, 陈同佳案,大家自然想想, 香港与台湾的关係搞得那麽差, 又会不会与陈同佳案有关呢? 又是没有人有答案的。 好了,这裡就要讲少少背后的事件了。 第一个,陈同佳案本来就是陈同佳在台湾回来之后, 台湾已经是多次, 我们希望能够有两边的某种的互相合作, 你可以是司法互助的, 但是特区政府当然不想, 你司法互助就是变了台湾是一个, 你间接承认了台湾是一个政治实体, 或者是一个有实权的管理者,是吧? 台湾那边就是中华民国政府, 特区政府不想,所以希望转下转下, 当时已经很多人跟特区政府讲, 你是否可以透过香港与台湾的协讯会、 来私下沟通,两边的人, 即是协讯会、责讯会的人都讲, 好,只要我授权,获授权就可以了。 结果特区政府都没有授权, 结果后来到处找宗教界人士, 这个从特区政府的如意算盘裡面, 就是讲,这个是纯民间接触, 与政府半官方机构都没有关係, 就是希望能够达到一个这样的目的, 然后为逃犯条例修订制造一些案例, 原来大中华地区这些人都可以推来推去, 送来送去,有个案例的时候, 将来如有需要,香港人或者其他经过香港的人, 都可以送去有需要的地方,包括大陆,是吧? 变成了这些,台湾那些挑通眼眉的, 看到你的政治的意图, 大家现在很多人说,蔡英文有点政治化, 香港很多建制都骂台湾政治化, 我承认,我从旁观察, 我都觉得台湾是政治化的, 但是香港这边何尝不是政治化呢? 跟着政府,政府就是要处理政治的事, 问题是你认不认同他那个政治行为, 所以我都说台湾是政治化的,是吧? 但是这一个如果你说搞到件事那麽大, 一定是两边搞下搞下, 反锦谱越来越大的。 台湾那边是怎样想呢? 它就说你将陈同佳用一个民间的形式, 一翻过来,引起的后果很大。 以后你随时可以用这种方法, 将一些不知什麽人你可以送到台湾, 跟着又帮香港建立了那个逃犯条例, 有一些事例, 跟着又将台湾的政治实体是矮化, 从台湾的角度它当然是这样, 我要回陈同佳也可以, 但是你要与台湾政府联络, 当时就讲两岸都没有这个沟通机制, 或者两岸警方, 其实警方有些人讲的, 如果是要处理, 香港政府听警方高层, 运作具体的一些事例, 他们说我大把方法了, 大把方法将陈同佳送走。 那需要什麽搞得那麽大件事呢? 就是因为政府不听熟行, 即是内行的人的建议, 你不听那麽大便搅上手了, 是后来这样的。 所以为什麽现在讲香港政府高层内部一言堂呢? 即是你不听人意见, 搞到那麽大件事。 好了,当时亦有人提过, 你即使不是与台湾直接接触, 你又没有两地的司法互助, 你又不想建立人家的政治实体形象, 是否可以透过国际刑警? 国际刑警,大陆国际刑警中心局, 都曾经做过国际刑警的头头,孟宏伟。 大家看看,结果这个渠道又不做又不用, 这些是否作简自绑呢? 到最后,现在这件事引发到香港与台湾的关係越来越差, 跟着两岸关係越差的时候, 香港只能够继续退下来, 或者尽量刮清关係。 还有一件事, 就是大家可能现在比较少看的一些新闻, 不要紧要, 我经常讲,大家舒舒服服, 按据落叶, 不需要你那麽多繁尘世俗的事情。 我讲的什麽呢? 就是如果大家有看新闻留意下, 就是现在中国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工厨, 刚刚有一个专员调任, 我今天不是讲这个, 我讲副专员, 副专员原来是有处理台湾事务的经验和背景, 讲到明这个是一个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工厨, 现在新来的那位刘光源, 他有两个很大的特点, 一个就是处理过国家安全事件, 涉外的国家安全, 他是司长来的, 外交部下面, 这个涉外国家安全事务, 他是司长, 好了,他又驻过美国的, 所以这两个因素反映了, 其实大陆很担心外国,尤其是美国, 在香港搞一些对中国不利的事, 所以专员派一个有这样的背景, 又怕被人破坏国家安全, 又怕美国在搞搞震, 所以专员是这样的, 但副专员其实任命了不久, 是属台湾事务的, 所以大家看看这个其实是对香港政府的官员, 处理台湾事务是没有信心的, 跟着以前董彦华年代都有一个顾问, 现在后来都没有了, 换句话讲,香港与台湾的关係, 已经不再是香港政府可以处理的范围了, 因为过去的确有很多蒙茶茶的事情, 因为他们自己不认识,曾经试过很快讲一讲, 曾经试过就是说民进党执政, 不是先讲国民党执政, 所以民进党的人不让他来香港, 所以拒绝了一个民进党的成员来香港, 但是后来才发觉, 原来他脱离了民进党,不再是了, 所以这些事件令人掌握的资料的力度、准确度, 所以去到这裡的时候, 我只能够讲一句, 就是如果你的政治技巧、政治智慧低的时候来讲, 本来不是那麽大件事的, 陈同佳案如果你听当时警方的一些建议, 很多种方法解决了, 但是港府又要将这件事举起逃犯条例, 希望就是这样,我有功劳了, 我有逃犯条例又创造了什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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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我都不再讲逃犯条例背后的其中一些思考, 就是说国内都希望香港能够通过了这个逃犯条例, 令到香港可以成为国内的一个白手套, 制约外国在香港亂搞事, 因为有些国家在北京眼中, 已经觉得他们成为了美国的白手套, 比利时事件,我今天不详细讲, 大家有兴趣以后再跟大家讲, 或者大家上网去看看, 第二个就是瑞典的乔建军事件, 这两个事件都是中国要的人, 到最后是去了美国的, 在中国眼中觉得比利时和瑞典都成为了美国的白手套, 第三件就是孟晚舟事件, 就认为加拿大都成为了美国的白手套, 所以中国要找回自己的白手套, 但你怎样找呢?西方国家不会理你, 第三世界国家又没有牙力, 所以到最后找香港, 陈同佳事件,大家串一下那个时序就这样出来, 你说是否有直接关係呢?我只是讲时序, 你们解释给我听为什麽时序又那麽巧合,是吧? 所以两件事件放在一起, 这个就是看看你的政治智慧、政治技巧高不高, 眼前我对香港政府那些官员的智慧, 我比较不是那麽高分,我给他90分, 够高了吧?不过满分是1000分的。 反而我对警方处理惯这些事, 反而他有很多这些学问, 特区政府高层听不听而已, 所以这些我没有任何结论了, 大家自己去观察、去想,继续关注, 最重要的,是吧? 好了,今天时间差不多了, 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拜拜